请不吝点赞 许一反三中 我们是否也能找到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来根据前面两个图形中 数之间的关系 想一想第三个图形的括号里 因填什么数 首先来看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空的是这个 所以肯定是前面两个数 发生了什么反应得出来的 对吧 那么同样的 每一个图形中都是一样的 来看6和3还有9 6和3 9 12 5和30 我们刚才在例题中 其实刚刚做过了一个 12 5和6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里是12 5和30 那么有的同学就 想尝试一下了 怎么尝试呢 因为刚才不是12乘以5 然后除以10等于6吗 那么我就来找12乘以5和30的关系 12乘以5等于60 60和30什么关系啊 60除以2等于30 我放到第一个中去试一试 6乘以3等于18 18除以2等于9 哎 什么关系啊 出来了 这个数字等于前面两个数字 相乘 再除以2的结果 所以这里填的是15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组 第二组好像这个图形不是三个数字了 是四个数字组成的 那么四个数字组成的来认认真真的观察一下 那么有的同学说这个 哎呀 其实如果没有外边的这个弧度的话 我是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填字格的 是吧 很像 上面两个数字 下面两个数字呢 填字格 或者在我们数学中又称为四公格 哎 九公格的我们都会了 四公格的应该不在画像 对吧 哎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又到了一个举一反三的应用的时候了 对吧 哎 图形 刚才我们的立体二 和我们立体一中的九公格 做一个结合 我们来找哎 四公格的规律 就是这个图形的规律 来看 有的同学说那简单了 我可以横正一行作为一组 我们来看横正一行作为一组 来 十一和九是一组 七和九是一组 十三和八是一组 五和四是一组 四和四是一组 然后后面的是要我们要填的 对吧 来我们在每一个四公格中来找规律 来看 十一和九什么关系啊 好像 嗯 差二的关系 对吧 那么五和四又是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认真的来看一下啊 十一和九 嗯 我想找一个 找他们的和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在立体中 其实是找过九公格中 横行中的和的 对吧 来十一加九等于二十 那五加四也不等于二十啊 诶 五和四和二十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好像又到了嘴边 还差一点就说出来了 什么关系 四五二十嘛 所以五乘以四等于二十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在第二个图形中 是否也会有这种规律呢 七加九等于十六 下面 四四一十六啊 诶 规律找到了 找到了吧 来在这个图形中 下面两个数的集 就等于上面两个数的和 下面两个数的集 等于上面两个数的和 下面两个数的集 等于上面两个数的和 二十一 所以是三乘以七 非常的好玩对吧 还可以这样找 我们刚才在九公格中 要不然很好我们都找和 要不然树列我们都找和 但是在这里呢 诶上面的数字我们找和 下面的数字我们找鸡 竟然还能找到完全齐和的规律 很神奇的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第三个你看让我填的是这两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个数字 要靠十五这一个数字来 帮我们解决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那么这两个数字 很可能和十五是单线联系的 什么叫单线联系 你看如果十五 有个同学可以假设啊 十五比如说分成一和十四 分成二和十三 分成三和十二 好像种类太多了 那么这个规律其实就 不算得上我们这一个 题中排列的规律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是不是这三个数字之间 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啊 或者说把这三个数字 我把它展开就是一个数列 哎 回到了我们第一周的内容了 举一反三哦 展开是一个数列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展开是一个数列 那我们十二三十六和九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来十二乘以三等于三十六 三十六除以四等于九 那我来看 十六乘以三等于四十八 四十八除以四等于十二 单线联系产生了 它乘以三等于它 它除以四等于十五 所以这里是六十 对吧 六十是怎么来的呀 后边这个数字乘以三得来的 所以这里是二十 填好了 他们是单线联系啊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反向单线联系 可以的呀 九乘以四等于三十六 三十六除以三等于十二 十二乘以四等于四十八 四十八除以三等于十六 十五乘以四等于六十六 十除以三等于二十 也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道题目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刚才王牌立题中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寻找规律了对吧 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分析或者是推测才能找到规律的 所以同学们我们在学到一种方法之后一定要把它进行融汇贯通 就比如我们刚才第二个题目中啊 这个图形我就可以看错一个四宫格啊 那看错四宫格我就想到了我前面学的九宫格啊 看到了九宫格我就想到了哎很好我可以作为一组 或者是数列我可以作为一组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学习到的数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或者说是融汇贯通 只要你善于总结 学会灵活的迁移应用 那么举一反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王牌立题三 先计算下面一组算式的第一题 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 并根据规律写出后面几道题的得数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字 这个数字 第一个乘数都是一样的 是12345679没有8 对吧没有8耶 所以这个数字我们其实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缺8数 缺了8嘛对吧 它叫缺8数 好来看题目是让我们计算第一组算式的第一题 这组算式的第一题就是这一道题 然后后面的不用算了 直接写答案 来第一题我还是中规中矩的算一算啊 来 12345679乘以9 好长的数字啊 来 9981向前一位进8 7963 63加进来的8是71 写1向前一位进7 6954 54加进来的7是61 写1向前一位进6 5945 45加进来的6是51 写1向前一位进5 4936加进来的5是41 写1向前一位进4 3927 27加进来的4是31 写1向前一位进3 2918 18加进来的3是21 写1向前一位进2 1乘以9等于9 9加进来的2是11 直接写11 哦 这是一个 什么全是1的数字 来说一说有几个1好不好 1234567899个1 这么大呀 确定后面的数 后面的算是我们都不用算 就能写出结果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哎 那怎么办呢 好像 没有找到什么规律吗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 第一个乘数都是一样的 都是谁 缺8数 对吧 都是缺8数 来看第二个乘数 9 18 54 81 哎 这几个数字 特别后面这几个数字 18 54 81 和9都有什么关系啊 嗯 都是9的 倍数 所以 这个式子 其实就可以写成 1 缺8数 乘以几啊 乘以9 再乘以 2 对吧 18可以拆成9 乘以2吗 来 前面这一个是几 9个1 对吧 刚写完了 123456789 数这么长啊 再乘以2呢 来 它乘以2等于多少 变成了9个2 没问题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来看 那这一个呢 来 把54拆成几啊 那么这个式子变成了 缺8数 乘以9 再乘以6 来 缺8数乘以9是 9个1 9个1 再乘以6是多少 9个6 对吧 确实没有算 写出结果了呀 来 来 来看最后一个 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缺8数乘以几 先乘以9 再乘以9 对吧 那么缺8数乘以9 结果是9个1 9个1再乘以9 是99999个9 你看 在这一道题目中 我好像确实只算了第一道算式 后面我都是按照规律写出来的 对吧 什么规律啊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一个乘数不变 另外一个乘数 我可以找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来看第二个式子中 18是第一个式子中 9的2倍 所以 极也就是第一个式子的2倍 因为另外一个缺8数是不变的嘛 对吧 那么同样 它到它是6倍 所以极到极也是6倍 来 它到它是9倍 所以极也是乘以了9 变成了原来的9倍 来看 这么大的我们都算完了 对吧 如果我们不找这个规律的话 最后一个式子 来数式计算 哇 又算得头晕脑胀了 对不对 而且很有可能算错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接着来 在举一反三部分 巩固一下 同样啊 找规律写得数 来 1加0乘以9等于 0乘以9等于 0再加1等于1 2加1乘以9 就是2加9等于10亿 12乘以9 来快速的算一下 或者是比算一下 12乘以9等于108 108加3等于111 好 后面这个我们来算一算 好不好 来 123乘以9 3927 进2 2918 写0 向前一位进2 19得9 再加进来的2 是1107 再加4呢 1111 嗯 又是这个结果 结果中只有1 这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让我们来写得数 写这个的得数 哇 这个要是让我数十来计算 太夸张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哎 这个也不是缺八数 所以刚才立题中呢 你是也用不到的 但是我们就观察 上面几个式字的得数好了 来看 1个1 2个1 3个1 4个1 那这个肯定也是多少个1 对吧 多少个1呢 再来看一下前面加的数字 有什么特点 0 1 1 2 1 2 3 123 4 那么所以在这里 12345678 前面加的就肯定是 后面的一个数字 9 然后来看 后面1的个数 后面1的个数和谁有关系 前面加2就是两个1 前面加3就是三个1 前面加4就是四个1 前面加9就是 9个1 不信大家可以计算器或者是数式计算 检验一遍 就是这个结果 来看一下 这个真的让我们算 是不是很头大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规律 还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其实很多数学上特别难的题目 或者说你觉得特别繁琐的题目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 哎 简单的技巧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解决的 所以我们学过的啊 或者是你自己有的心得体会 一定要多多的进行总结 感谢观看